新冠肺炎重創全球經濟 為了挽救低迷的景氣 行政院召集央行 以及八大公股銀行的董事長 針對貸款商討降息 我要幫你做個介紹 民眾買房的房貸 預計針對千萬以下的房貸 降息兩碼 以貸款1000萬計算 年利率1.617% 分240起貪還 每個月還款48000多元 降息兩碼之後 只要還46000多 剩下了2000多元 不管多多少少 至少都有收費嘛 既有房貸的其實 民眾的感覺 感受可能沒有那麼深刻 目前想要買房子的 我們其實都會建議他 租不如買 除了房貸也針對車貸 或是信用卡的循環利率 降息三碼 他每個把手 就可以把他拉起來 在房間扣住 對 他下面有一個卡準 都可以扣住 民眾買車以60萬的車貸為例 利率大約是3% 分60起貪還 每個月必須還款10700多元 降息三碼之後 每個月還款10500多 省下了約200元 等同於一張電影票 政府是針對公股銀行 但是我貸款的 我們車貸一般都是私人銀行做 負擔減少一點點而已 但是主要還是說 我們收入的問題 因為新冠肺炎 很多朋友也沒工作 收入都沒有了 要怎麼繳這個貸款才是個問題 他也是會有一些市場競爭的 民營企業應該是會跟進的 房仲表示 公股銀行推出之後 私人銀行為了市場競爭 通常也會跟進降息 繼上週央行貨幣降息一碼 行政院再出招 邀集公股銀行喝咖啡 預計在針對房貸車貸降息 拯救低迷的景氣 能有多少成效 民眾也都在看 記者彭聖明 曾偉翔 王一超 張志凱 台中苗栗 南投報導 邀集公司